iti節日文 A.K. 作曲萝卜 制作曲萝卜 作曲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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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到 一般都是念艺术相关的班级 然后所以我身边有蛮多的朋友 他们可能本来就是 可能也是念 美術系啊等等的 所以有些人 他們只是還是在這個行業裡面 那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現在正在一廊工作 大概幾天前就跟我說 我要不要參加那個 一博台中一博 他可能看到我最近期 我可能會用畫畫的方式 來抒發我的壓力或心情啊等等 就是他是一個我休閒的 要做的事情 他就直接問我說 你要不要參加台中一博 然後我就說 蛤我可以嗎 我作品量沒那麼多 因為我其實大學不是念美術系 所以我其實高中只有學到 有可能像樹苗水彩 水墨書法等等之類型 或是多媒彩 完全沒有接觸過油畫 那油畫只是我自己興趣 想說 那我去買個油畫顏料 然後來亂塗亂試看看 所以我沒有真的去外面學過油畫 我都是用我就是可能小時候的一些 學到的一些技巧 或是覺得就是可能用探筆的方式啊 給他大概三到五件就好了 然後我就說 三到五件 好喔 我應該可以吧 所以我從今天開始 我就要來記錄我的畫畫日常 目前就是有畫到一半的畫 然後 這一幅畫可能比較大 我之後要畫的畫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就 加油 我會加油的 平常就是來這裡買畫具 因為我剛從這就是 才藝美食社買了我的畫具 因為我從大學的時候 就會來這裡買畫具 那今天呢是買了一堆 打底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刮刀什麼的 反正 回去等下來開箱一下 那我們回家吧 好了大家現在呢 就是我想說我來開箱一下 我去施打買的美術用具 那我先簡單 分享一下我的 就是我的平常使用的畫具 就是 這一箱 它呢就是平常 唉唷 要怎麼亂彈這樣 唉唷 唉唷 超爛 呃 照理來講應該不會長這樣 反正 這個就是 油 對 這個一定用到 剩下 沒有了 然後 就是這個是 刮刀 都是 油化顏料 就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的畫盤 分享一下我去施打買了 什麼東西 它一般呢 其實是像 我高中的時候會拿這個去就是做板畫的時候會用到這個滾輪 但是我會買這個呢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有些地方好像可以直接用那個這樣子的上方 用看不同的媒材不要只用畫筆試試看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滾輪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滾輪 然後再來就是我買了紙膠帶 因為我覺得有些地方它可能就是可以貼起來上色再把它撕掉 所以我想說紙膠帶應該也是我會用到的 然後再來這個是我買的油顏料 就是我還是有買幾條比較不一樣顏色的顏料 一樣是油化顏料 顏色 都蠻Q的 想說可以來多多嘗試看看 然後這個是比較不一樣的 還是比較來打底 亂使用看看 很像那個 面膜 再來呢 一樣是也有買一些 就是像這個是 吹乾劑啊 我現在 對油化的熟悉度 好像還沒有辦法直接抓到 就是非常畫寫實版的那種 最多畫的比較寫實就是上次送金正路的那一幅那個 那一幅畫 然後這個呢一樣是刮刀 我就想說可以刮刮看 這一個櫃子呢 這個櫃子 安寇送的公關品 可是我現在把它拿來當畫具箱 我基本上會放一些油類的 然後 你一般是放在下面 中間會放調色盤 所以我的用具基本上都放在這個 當然就是因為我現在都拿出來了 所以 就這樣 開始 我通常我們會 把一些我的 就是想法 畫在本子上 然後 那這個也是 我隨意花的畫 然後我可能就是 把它畫在這本本子上 包括一些我的 想法也是 想說要畫這個 就想說把一些靈感畫進去 因為到我現在要畫的時候就會比較 知道方向是什麼 對 我就是 常常會這樣子 就是 想一些 畫的 方式 而且裡面我的想法的東西 我的寶典 那一根是怎樣 我想要畫這個 我會記得 有下麵 試過 真的嗎 我會說 還有 ? 我會說 不夠 這樣 就 我會說 我不夠 那 有下麵 對 我會說 見 不過 有下麵 我會說 will you, I see you. I missed you too. grand he wanted to . i know you 我這個顏色好快喔 我這個顏色好快喔 很棒 Hello 大家今天呢 就是隔天 花花的時間 然後 我現在頭髮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軟 那門關起來 那邊是我睡覺的地方 那目前呢 我現在就是要 開始進行其他幅畫 然後有些話要先讓它等乾 像說畫畫的時候我來一杯 自己弄的一個 西西里咖啡 氣泡 氣泡飲 西西里氣泡飲 咖啡 氣泡飲咖啡 好 那我們就 稍微攪拌一下 因為畫得出來也是要chill 所以不敢分辨嗎 喔~~ 好清爽 啊~~好爽喔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要怎麼操作 反正就多多試試 全哥 啊~~ 滿滿人的 全哥 被一個人還在 在那邊 你 真的 你 頭髮 這個是昨天畫的 讓促進油化乾燥的速度不會影響色彩明度 這一瓶 所以我想說來去噴噴看 就是竟然給我躲在這裡要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意思 你得到你的飽味了 這個位置 你得到你的飽味了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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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這幅畫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它是我的第一部戲 然後我覺得這一個剛好是一個 因為我們太空的感覺很符合這個圓形的構造 對我來講它算是一個 蠻有意義的 蠻有意義存在的東西 所以我就把它畫進去 我已經調整這幅畫 然後可能加一些後續的東西 我剛好想要一個花上去 所以我繼續畫了一個 然後開始大部分 就像到這幅畫上 我在這幅畫上 畫面像大部分 上色一部分 就像大部分 就像伊末 帶你的 來 今天呢一樣是畫畫的倒數日 那我剛剛因為畫到一半然後有點肚子餓 所以我就來做金家A的那個年糕 看起來是不是很好吃 我加了豆芽菜跟一個蛋 然後還有一點點起司 是不是很讚 金家A的年糕 我是選起司口味的 我現在就太重了 然後我拿我的畫來教這樣 他是我的那個高中同學 然後他現在很害羞 在我的影片裡 因為他是藝良工作 所以我這次才參加那個台中藝國 然後他現在就死不入侵 看一下我的畫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高中同學的那個藝術品 好可愛喔大家可以可以來收藏他的他的作品 欸陳怡珍 我的 耶 反正這到時候在現場看就可以了吧 對 好我來教我的畫了 嗨大家 我現在呢在 這裡是台中的09店 那我今天呢是7月14號的時間 我要來參加這個台中藝博 他今天剛好是一個VIP的 就是可以觀賞的時候 就是可以觀賞的時候 我現在已經來囉 感謝我今天是 因為你讓我變成 衣服家VIP VIP的部分 然後 終於看到我的畫在這裡 我的畫在這裡 對 台中藝國 1012展間 林軒的創作 我倆會更加努力的 所以 終於完成了我的畫 我 耶 歡迎大家在這裡跟我的畫 合照 立即笑我這樣 亂批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林軒來我們松楓閣畫廊 耶 嗨 嗨 嗨大家好我是林軒 哇那真的很久欸 我是大概 國小三年級開始念美術班 然後 國中也是念美術班 高中也是念美術班 然後大學就念了設計系 所以 好像蠻久我已經 不知道要怎麼 我其實從 小 就是我 會喜歡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 複合美材 嗯 就是 夾越多東西越好 就是 我喜歡嘗試不一樣的 材料 然後去玩 嗯 所以 應該如果要講話應該就是 多美材吧 多美材 什麼都加一點點 對 喜歡都加 亂夾都可以 小朋友才要選擇 對啊 幹嘛只有選一個 多累啊 其實有欸 因為我會一直在想說 因為其實我在收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我不知道 我能夠交出幾件 其實只有短短的 一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我到底要畫什麼 就是你腦中會有很多想要塞進去這一次的畫裡面 可是你一定要做取捨 所以我在這個瓶頸就是 瓶頸應該就是我在腦中做取捨 就是要用 我要用什麼方式進行 然後我要用 怎樣的畫風 或者用怎樣的風格 就是 到底要寫實還是要意象 就是我其實也 一直在這裡猶云 然後真的到 最後一個月的時候才真的決定 好先畫再說 就是 可能邊畫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算有欸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真的斜槓滿多東西的 就 好你說 可能YouTuber 模特演員 然後又 又有身兼一個塔羅 就是我覺得各種領域 我接觸到的人 跟接觸到的工作 可能 我覺得最有幫助可能像是在 角色上 我在準備一個演員角色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他內在的東西 我可能是要去挖掘 但我覺得畫畫也一樣 就是畫畫需要去找到很多 你 那個畫的根源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在 這些斜槓這麼多角色 真的有幫助到我在創作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平常會有一個畫本 就是出去走走的時候 就會隨便讓畫 然後其實這一次蠻多的想法 都是來自於那個畫本 可能用文字記錄 或是我曾經用過一些 隨便讓畫的一些插畫 然後把它放進去 這一次的 那個作品裡面 大部分是生活中 然後 有時候我腦中 會有一些想法 或是 感覺 或感受 就 我很常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然後 我會想要把它 寫下來 就因為它放在信裡面 或放在腦海裡面 它是一個 會一直累積的 然後我會想要發洩出來 所以我會用這個 利用這個本子 去記錄我當時的感受 而且我會覺得 如果我當時沒有記下來 我會很後悔 就是我當時如果是陷入一個 很複雜或是很低潮的時候 我沒有寫下來 我當我狀況 就是恢復到 假設我現在在這裡 但我沒有記錄下來 回到這裡的時候 會忘記這個感受 會覺得 蛤 怎麼會有記下來 所以我現在就是 隨時把它寫下來 就會用文字 或是用畫 但我就是 隨意亂畫 但你又變成這一幅 嗯 這一幅嗎 那我可以老實說實話嗎 可以 就是 實話talk 這樣 因為其實 這一幅 其實當時有想過說 要不要拿過來 原因是因為它是我 第一次使用油畫 就因為我不知道怎麼畫油畫 就可能之前學過就是 樹苗嘛 timey 或是各種媒材的 其實都有學過 但是 唯一就是因為 我沒有畫過油畫 然後我就有想過說 那我來隨便拿個顏料 亂畫 然後就畫出 這樣子的作品 就是 它的第一個 第一個油畫作品 第一個油畫作品 所以我才很容易說 那我要拿過來嗎 可是好像又蠻有意義的 然後因為我覺得 它也沒有到這麼寫實的油畫 就是對於一個要剛 拿油畫 顏料來使用 就還在摸索它的 就是 覆蓋啊 就是各種技巧的時候 我 就是會覺得說 我也沒有辦法畫得那麼寫實 但我又想要用我的風格去呈現 所以就有這樣的一幅畫呈現 蠻多的欸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用這樣子的角色去 走 就是 去呈現 就是 可能從 高中畢業之後 基本上我很少在拿起畫筆 在畫畫 都是 市場生活中隨便讓畫而已 就沒有真的要去畫一個作品 可是我這一次竟然 拿起畫筆 然後 就是家裡 無數客就一堆顏料那種感覺 就是 我覺得感覺蠻新鮮的 因為跟我 這幾年來接觸的行業 因為我覺得 演藝事業其實是 另外一個世界 它是用不同的作品去呈現我的樣子 但我覺得畫畫藝術它 呃 作品 這個東西呈現出來是 每個人感受的不一樣 就我看這個作品 它可能有不一樣的感受 但這個算是我這一次 第一次嘗試 就覺得 欸 很特別 但其實蠻緊張 因為我會覺得 我從來沒有用這個角色來 呈現給大家看 就是 對我來說是非常緊張 又蠻新鮮的 OK 大家要給他支持 啊 好大家要支持我 對